在做资料分析之前 我们要先做数据清理 也就是资料清理 请问一下 你拿到别人的资料 就说别人的资料 所有给我们的资料 都是正确的资料吗 你不能这样说 可是如果当你今天 做过了一些数据清理 你就可以说对 首先我想请你们 先学一个最简单的数据清理取代 请问一下2012年的第一季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Q1 改成日期的形式 因为Power BI 它可以做日期的辨识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我现在我们 必须要把这种看起来 我们觉得它是日期 但电脑不觉得它是日期 就是这个年度级别 我要想办法变成日期 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数据分析 尤其是我们到时候一定会一直遇到民国转西元 可以吗 那我们现在这个资料不用民国转西元 但是我要把这个Q1改成日期的字 请问你Q1我改成日期 我要改成哪一天 1月1号可以吗 可以吧 那Q2我就改成4月1号 Q3就改成7月1号 Q4改成10月1号 那我们现在先教你做数据的清理 做完我们就下课 好很简单 请问一下Q1改成0401对吧 好怎么做这件事 0101 好来请点第一常用 因为你要记住 常用底下每一个功能 你应该都要会 这边转换资料 请点转换资料 点转换资料 它其实分上面跟下面 建议选上面那个图示 好转换资料完毕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Q1 Q2什么 你先不用管 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子 我会不动原始资料 所谓不动原始资料的意思 就是指说 希望你们也要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说滑鼠右键 点这个年度纪别 有看到吗 滑鼠右键点选这个年度纪别 然后复制资料行 就是这样子我就产生了一模一样的资料行 请问一下原始资料你保留起来 然后你再复制一行 你到时候看得到原始资料长什么样子 后来被你改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跟你讲 通常错都不是分析人员的错 但是都是分析人员在背黑锅 都是来源资料有问题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建议不要随便乱改 不是建议不要就直接修改原始资料 所以点选复制资料行 那这一个名称 这一个名称我会在后面改成年度纪别2 好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请点 这个他现在已经跑到最右边了 他现在已经跑到最右边了 好请滑鼠右键重新命名 重新命 都是用滑鼠右键了 然后请把这个年度纪别2 后面都删掉 Enter 请问你这样一看就知道说 原本的栏位名称叫什么 我现在我去新产生出来的是什么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我所有教过的学生 我都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然后接下来就简单多了 取代 滑鼠右键 取代 取代值 取代值 因为只有4个 所以我这边就不 不额外写程式 好 直接滑鼠右键 取代值 滑鼠右键 点他 然后 寻找的值是Q1 取代为0101 可以吗 好 确定 你就会发现 这个变成2012 0101了 对不对 因为本来是2012 Q1 我跟您讲用这个工具 Power Query 这叫Power Query 编辑器 它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已经帮你把很多写程式的事情都改成功能操作 所以你说这样好不好 当然好 难道没有replace这个函数的使用教学吗 有 你去看2016年我是怎么教的 我就在教函数 教一个函数 你知道吗 全场倒了一片 而且我要花一个小时 大家Q1都做完了 对不对 做完取代了 现在我们再做Q2的取代 滑鼠右键 取代值 然后请把要寻找的值 然后请把要寻找的值 Q2改成 0401 可以哦 确定 然后一样Q3 Q4 好 一样的做法 继续做 请把Q3改成 0701 确定 Q4取代值 Q4 1001 确定 好 请你们把这个日期还没定义